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料 白重喜派出飞机进行侦查 却意外发现 蒋介石的中央军 一直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的路程 一连七天都是这样 既不往前追击 也不再后脱离 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白重喜纳闷不解时 他在南京中央 而暗中为他搜集情报的密友王建平 发来一份密谨 说蒋介石设置了一个一举除三害的毒计 以中央军压迫红军一步 由龙谷关两侧进入广西 一步向东进入广东新会 仰春 逼迫红军与贵军 粤军三军进行自相残杀 在三者打得差不多时 随后的中央军立即打上了做吃鱼翁之力 白重喜一看电报 大吃一惊 出口而出 好毒鸭的计划 我们几乎上了大当 立即亲自要展到龙虎关去 亲自阻击红 军入贵 参谋长汤瑶说 这个电报靠得住吗 白重喜忽然大怒 老蒋恨我们比恨猪毛还更甚 这是他最理想的计划 你不信 我信 然后 白重喜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红军不入贵 我们不开枪 让出一条路由他们走 为什么 白重喜怕贵军一开枪 红军就会和他们打起来 而万亿红军叫起进来 打入广西境内 救终蒋介石的计划 随后 贵军所有主力都摆在香柜一线边境 但是 让出了一条西区的通道 白重喜只有一个目的 不让红军入贵 不料 红军并非意在广西 他们越过香柜边境的惯阳 永安关 石塘后 沿着贵北西去 直驱贵州 白重喜或知红军主力去了贵州 终于常常松了一口气 不料 追击红军的中央军万料黄一步 却窜入了广西 白重喜接到报告 马上下令将他们缴械 蒋介石闻讯 愤怒万分 吉殿则问白重喜 共匪行将就 兼 贵不为令开放通前川要道 无意纵虎归山中正之外 其谁信兄等与共匪无私交易 白重喜也毫不客气 负殿反驳 直不挤兵力十八九个团 而指令之防线达千余公里 不阻挡蓬匪的怀使突之事也 军作手握百万之众 反食吃不前 亦有何益 得无以贵为客业 白重喜恶作巨事的电报 揭露出蒋介石的阴谋 蒋介石气得要命 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三十年代蒋介石怀疑白重喜 与中共有私交仪式的由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